遇到颱风天 大大宽屏工程及客服人员依然坚守岗位戒备营业 除了服务收拾户外 工程人员更是主动来巡视 不论是什么机关单位的脱落线路 只要有松脱的危险呢 就会主动来加固 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顶着风雨 大大宽屏的工程人员 不是在抢修 而是为了避免线路遭墙风吹袭松脱 造成用路人危险 而进行加固整理作业 只要看到有疑虑的状况 不管是什么机关单位的线路 大大宽屏的工程人员都会进行整理 大大宽屏平常就有在 维护我们自己的线路 如果有垂落的话 都会先行帮它固定 那如果在台风圈啊 只要里长或公所有回报 哪边电线垂落啊 我们就会及时过去看 然后如果不是属于我们业者 我们大大宽屏业者的线 我们也会一并帮它 先行固定这样子 一年365天风雨无阻 尤其台风天收拾户更需要掌握资讯 所以工程人员依然待命 只是如果风雨太大 安全优先还是会评估暂停出勤 如果风雨不大的话 我们都会及时去帮客户处理 但是如果风雨过大 我们会等待 如果说风雨较小的话 我们也会马上过去做先行的处理这样 坚持提供最高品质服务 大大宽屏团队在台风来袭时 展现为民众服务的诚意及用心